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说这话的人名字叫高成 高成他爸爸跟他儿子 祖孙三个人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高成他第四个儿子名字叫高长公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 蓝陵王高长公 他爸爸更是个狠人 名字叫高欢 狠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像个女同志 因为他爸爸是显卑人 显卑名字汉化以后就叫高欢 这个高欢是南北朝时期 东魏最大的权臣 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大丞相 是一个曹操司马懿式的人物 皇帝见了他 那都是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后来高欢死了 自己的权力呢 被儿子高成继承了 当时的皇帝叫袁善建 很年轻 才二十多岁 那这哥们可以说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皇帝了 你像汉献帝留邪 虽然说被曹操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曹操跟他大面上是过得去的 好吃好事供着 没啥事呢 曹操也不愿意跟汉献帝见面 但是高成对待这个皇帝啊 可就没有曹操那么客气了 他连面子工程都不愿意高 这么说 除了不敢谋划 就没有高成不敢干的 而且呢 他要保证 皇帝处在自己的监控之下 把周围的人都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经常是 没事指着皇帝鼻子就开骂 有时候骂完还不过眼 动手来 那皇帝身边这些人呢 苟障人士 也是对皇帝一指气势 有一个事 这有一次 皇帝呢 出门骑马 这个骑马算得上是皇帝 为数不多的一个娱乐活动了 难得高兴一回 他骑得很快 这时候 太帝在后面 阴阴地来上一句 陛下啊 您慢点骑 皇帝说我骑个马怎么了 这个时候 这太监慢慢悠悠来上一句 您骑这么快 这么不注意自己身体 大将军该不高兴的 皇帝瞬间老实了 吓得着嘚瑟 还有一次 这宫廷里面有酒宴 这高城啊 非常高兴 大鱼大肉吃啊 好酒喝着 喝高兴了 抬头一看 皇帝在上面 愁眉口脸坐着 来来来 陛下啊 咱们还没碰一杯呢 来来来 喝酒喝酒 皇帝不想喝酒 就跟高城说 哎行啊 喝酒就算了吧 朕听说 亡国之君 没有不喜欢喝酒的 你看我这个样子啊 跟亡国之君 也没啥差别了 那 我要是再喝酒 那就更像亡国之君了 高城听出来了 他话里有话 我好兴 我给你脸了 师父 是不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你送个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 震震震的 来人 给我揍他呀 这太监一看老大发话了 二话不说 照着皇帝的脸 抡圆了 就是俩大嘴巴了 把皇帝好顿修住 高城 酒也喝了 气也撒了 扬城而去 那么他这么道行逆施 朝廷里面 肯定还是有 非常政治的大臣 看不过眼的 要说刺杀高城 借他们俩道也不敢 先想着 怎么把皇帝 从高城手中解救出来 然后呢 号召天下兵马 骑兵亲王 那这话说的容易 周围全是高城的兵 怎么解救皇帝 他们想了一个 最笨的办法 挖地道 挖地道这事 一天两天 没啥事 时间长了 这士兵就感觉 地底下有动静 顺着正人找 把这帮大臣 给抓了个现行 赶紧跟高城汇报 高城一听 还有这种事 那还了得 带着兵 就进宫里 逼宫了 见到皇帝 直接就问上一句 陛下 我们高家两代人 为了朝廷 安前马后 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您为什么要谋反呢 给皇帝 就给问蒙了 心说 我谋的哪门子反 还没容 皇帝答话 高城先说话了 您不用解释 我都知道 您身边肯定是有小人 这帮人太可恨了 我今天就要清军策 当着皇帝的面 咔嚓就把两个大臣给宰了 宰完了之后 还不过瘾 又把皇帝的两个爱妃 给他拽出来 也给宰了 那这个袁善剑 这么多年 受了这么多委屈 你一人也有三分火气 鼓足了胆子 跟高城说 大将军 您就算再怎么雄才伟劣 您毕竟是臣 我就算再怎么无能 我是君 天底下有臣子 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吗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废了我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皇帝 带着你的人 马上给我滚 如果你要不认我这个皇帝 来 来 废了我 他这么来一出 给高城也这么懵了 高城心说 要想篡位的话 还没有心理准备 实际未常数 那么高城 他具有一个政治家 具有的非常优良的传统 就是什么都可以要 就是不要脸 马上 这个脸 变得跟翻书一样快 抱着皇帝大腿 就哭上了 哎呀陛下呀 都是臣不对呀 臣糊涂啊 不应该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哎 你一定要原谅我 这皇帝说出刚才的话 已经鼓足他所有的勇气了 说完他还挺后怕 生怕高城恼羞从头把他宰了 现在看高城给他来这出 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就跟他说 哎 行 没事了 你赶紧回去吧 不行 我得陪皇帝喝酒 我得陪他喝酒 哎 今天晚上咱军事二人要痛饮大弹 这皇帝呀 战战兢兢的陪着高城喝了一晚上酒 你说这叫什么事吧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 高城把自己给作死了 怎么回事呢 这高城身边有一个俘虏 名字叫蓝经 他是梁朝的一个高官子弟 梁朝那边啊 多次的派人去跟高城联系 说我们愿意花重金把人赎出来 高城就是不答应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你要么就把人放了 要么就把人杀了 非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给他做饭 你说他心也是够大的 有一天 高城在家里面 跟几个心腹死党在谈心 这个时候 这个蓝经啊 端着饭盒进来 给他们做饭 高城看了一眼蓝经 说让你进来了吗 没看着我们在谈事吗 滚出去 这蓝经赶紧往出走啊 还没能走出多远呢 高城顺着就来了一句 这狗奴才 早晚我杀了他 这蓝经心完心里就一咯噔啊 心说 妈的身不是一刀 缩不是也是一刀 得 我先下手为强吧 上厨房里拿把刀出来 进屋 就把高城捧死了 高城就这么莫莫其妙地死了 他有个弟弟叫高阳 把高城的手下呀 划了划了 自己组成一拨人马 然后呢 逼袁山剑退位 建立了南北朝的一个新政权 叫做北齐 追封高城是文湘皇帝 那袁山剑这个很窝囊的皇帝啊 都逼逼退位了 可是也没有免去他非常悲催的命运 高阳称席的第二年 觉得自己根基已经比较稳固了 一杯毒酒 把袁山剑赐死 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高阳给杀害了 我猜测呀 这袁山剑临死的时候 肯定会感慨一句 若有来世 怎样都好 切莫生在帝王家呀 好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